不過現在藍白河宣告破局了 泛藍的縣市首長也紛紛發聲表態 國民黨籍昭華縣長王惠美 陪同立委前往登記 對於藍白河喬不攏宣告破局 中臺灣藍營首長也一一表態 既然已經破局就是走自己的路 那國民黨人才基金 那我們全力自行投油 已經選中後 大家不慌而散 其實大家已經非常的沮喪也難過了 但是我想馬上我們就會調整我們的心情 跟調整我們的腳步 那我想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我覺得買賣不成人意在 因為既然沒有辦法走在這個總統的候選人 可以彼此合作 各自政黨 現在各自去努力 至於推出國民黨現為無黨籍的苗栗 縣長中東景 則說一晚上都沒睡好 我一個晚上沒睡好 當然我想讓很多人失望 我希望不管誰當選總統 都能夠幫苗栗解決目前的困境 但對藍白會時 柯文哲曾說有勝率最高組合 強調打仗有機關槍可以用 為什麼要拿步槍 這段話中東景有話要說 選戰倒數藍白河正式破局 支持者龜隊力挺自家參選人拼陣到最後一刻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